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玩股票还是股票在玩你 刚才那个投资者亏了300多千的马币 80多千的美金 我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的课程已经写好了 我们进去看看 OK 你玩股票还是股票玩你 我们的这个 KS自动盈利图表分析 这个是网上的 online的 online的很简单 你报名999 你报名付费我就会连接 我的全部工夫首补集 ok 首补集 我的这个 全部我拿来看图的分析图表的功夫 ok 全部 分享给你 然后呢 ok 然后呢 你是不用去哪里 你在家也可以看的 手机电话可以看 平板可以看 电脑也可以看 电脑比较好 因为一台隐末比较大 ok 我全部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的全部在视频里面 讲的东西 全部都会 写出来给大家 全部工夫 然后呢 总共有15克 然后还有秘密价值投资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课程会讲到比较深入一点 在youtube我有讲啦 我没有这样深入 课程有深入 还有课程有一个是很可靠的 这个 避密价值投资啦 for长期的 是很好很好很好用的 很好很好很好用 ok so KS自动盈利 of course 这个是追动力股的 market好 你追动力股 突破买 突破有量 有smartmcdx 有动力 ok 我们去追 那个是追 动力股 ok 就是那些top gainers 追动力股 可以用这个自动盈利 几十套利你不知道 自动盈利可以跟你讲几十套利 ok 几十进 看功夫 你有功夫你进场很美 ok 几十出场你不知道 ok 自动盈利讯号 自动盈利讯号 ok 可以帮你 可以帮你这个 止损 ok 止损套利 止损也可以 如果你买 如果我们买 买进了一股 就是看那个图 一冲下 一上纸它又跌回下来 然后呢 这个自动盈利叫你 ok 这你卖 然后Spark MCDX 没有动力了 没有动力了 ok 那个股我们不要 ok so还有两个小时Zoom Class 1月1日 1月1日 然后 一下子又过年了 太多Holiday ok 我们等过了这个 过了年先 我们才继续再 继续再 上这个 再开这个 Zoom Class ok 2月3月4月 我们继续开这个 Zoom Class ok so现在 优惠 还有两天 今天 OK 19号 明天 20号 还有两天 你要签 快快签 等下 你要给1699了 1688 所以 现在是999 不要忘记啊 我这个过年了 ok 有什么问题 可以WhatsApp我 0183923129 我不会立刻回你了 因为 我跟你讲了 我要 我回你什么 我要记录在电脑那边 所以我又做在电脑那边 我才回你了 ok 所以我不要乱七八糟 讲了 我又没有做到 ok 记得一个Number不了 0183923129 ok 呃 表格在下面 Facebook有 我的网站 Tradingwithks.com也是有 Facebook也是有 然后这个视频下面也有 ok 或者你 你不知道怎么样 你不知道哪 你找不到那个什么呢 你找不到那个表格 ok 你WhatsApp我 也是我可以send那个表格给你 ok 记得啊 还有 还有一天罢了 看看免救生命在哪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 其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所以今天呢 今天我们 等一下先 讲了这个先 记得支持视频 点阅 点赞 分享跟留言 ok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记得留言 ok留言 ok 还有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的视频啊 谁喜欢玩的 谁喜欢看 看图的 要看一下 行情 看一下今天什么大新闻 看一下 那个 世界 世界的股市 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 记得分享我的视频 还有记得给我乍赞那个like 还有 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要点阅 还有点阅了 记得要按那个铃铛 按那个铃铛 ok 要开户口CGSMB 不要忘记啊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他很方便 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香港 美股都可以开一个户口就可以了 可以玩国际 然后还可以玩 ETF 然后呢 他的这个 brokerage rate 他的经济费是不高了 ok ok 0.25美国 0.25新加坡 0.2香港 数字很低不了 ok 首先看看新闻 今天安华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马来西亚马达尼精神 强调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不能悲 悲剧价值观 价值观和人性化 叫你做人要有人性 ok 这个是新的他的概念 安华的这个 新的这个概念 他的意思是这个 昌明大马 昌明大马 对啊 昌明大马 我读的对了 ok 还有建议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这个 什么啦 精神 希望大家支持下这个新政府 因为我们真的很惨了 Covid已经打到很惨 经济全部都很惨 国债又很多 希望他能成功把我们的马来西亚推回上 因为马来西亚已经开始落后了 你看马来西亚没有什么大突破 你看现在 你看到越南很强开始冲上来了 你看到现在印尼开始冲上来了 很强 新加坡不用讲了 泰国泰国就 他的政府有点 不是很 怎么讲 很稳定 就不是太好 把其他国家冲上来 马来西亚还是 哎呀 不会讲了 要伤 要伤不伤 要死不死 马来西亚当然不会惨了 因为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 然后马来西亚 有很多这个 怎么讲 怎么讲 很多这些 Commody大中商品 我们有油 有大中有水 什么都有啦 有种植 有榴莲 什么都有啦 其实马来西亚应该是很有钱啊 但 嗯 呃 那个什么啊 那个管理不算太好了 因为 马来西亚呢 如果你管理得好 不能 不会输给新加坡啦 哦 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啦 马来西亚 水 电 gas 油 啊 什么大中商品 啊 金 啊 什么 西 银 什么都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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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 钱还小过新加坡啦 我不是要讲 马来西亚好新加坡 马来西亚不好 新加坡 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好了 啊 新加坡有新加坡 哈 马来西亚开始有点落后了 我觉得了 我觉得了 所以 啊 大家精神积极点啊 去 去 去什么啦 去 也许 哦 如果这个政府真的能做到东西的 哦 大家去支持支持他这个 马来西亚马达尼了 OK 啊 我们看看国际先呢 呃 诶 OK 马来西亚马达尼 新的精神啊 OK OK 1496还是上不到过年前 还是充不上千五点啊 马股 啊 KLCI啊 哎呀真的有点可惜了 上了0.72点 0.048 哦 明天我看你应该很难再上去了 除非这个真的这些 什么啊 啊 这些啊 啊 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怎么讲啊 这些集团啊 这集团啊 啊 真的去 真的去够够力推他了 明天啊 OK 也很难啊 因为过年了啊 新加坡掉了0.0 0.406 香港 掉了0.125 因为昨天美国跌了啊 韩国 掉了0.508 今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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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今年啊 你要 今年呢 他们意料market呢 是大众商品 大众商品的年啊 就是 经济跌 把大众商品上了 就是 这些 金啊 银啊 啊 啊 油啊 能源也是啊 人员应该也是啊 啊 啊 大众商品啊 大众商品 commodity啊 commodity啊 commodity的年啊 commodity商品的年啊 ok commodity是年啊 今年啊 ok so 预料嘞 投资嘞 也许嘞 放一点 只是不 不只是玩股票啦 股票也可以啦 如果你可以 可以的话呢 可以试试 看一看看 投资一点 park一点 前去这个商品这边 今年 大概就是 啊 今年是商品的年啊 ok 中油不知道啦 中油好像不会起啦 其他的啦 其他的啊 其他的啊 其他的commodity啊 ok 讲一点点啊 就是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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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看到了,金已经飞就上去了 金飞就上去,银应该会跟飞就上去了 这两个今年也是应该会有 会有比较大的表现 金已经飞了,银暂时还没有什么飞 中国FTSE上了0.148 中国SSE上了0.492 澳洲上了0.567 印尼上了0.800 纽西兰上了0.292 台湾上了0.040 印度上了0.317 所以今天蛮弱了,亚洲是蛮弱了 要过年了 福西英国掉了0.615 Dex掉了0.804 所以大跌了,因为昨天美国大跌 美国 Dow Jones掉了1.810 NYSE掉了1.476 S&P掉了1.556 NASDAQ掉了1.245 每一股有点撑不住 到底这个是不是底呢? 我们要看那天,我们有讲了 我们有讲了,我们看图 图 图根本,也许这个不是底 所以我讲不要一扇进完先 如果要进了 这个现在也许不是底 因为有两个,我跟你讲 有两个 应该会有两个 怎么样讲 两个 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那天我跟你讲了 股市两个概念 就是 你看比特币那些 现在他很多做了双底 或者 双底或者投并肩 他出就上去 可能这个是暂时罢了 因为暂时 因为那个体系 美国一直体系 迟早有东西 会有灾难 就是会有东西 会有泡沫 either是 什么 电子科技的泡沫 房产的泡沫 贷款的泡沫 迟早会有一个大泡沫 一泡沫 可能market会很慌张 也许他会跌一点点 也许这个也是底了 他会跌一点点 然后他不会跌到 比这个更低 他会穿回上去 也许还有一个就是我讲 他 他本来比这个跌破这边 跌破这边证明这个不是底 然后他跌到更低 然后再加过 比特币那些什么 那些 你玩比特币 玩指数那些 现在有两个概念 就是跟你们讲了 这个 是不是底 我们看图 我们看图 这个 因为美国 因为美国他一直起序 通常会有一个泡沫的 等他拿一个泡沫出来 然后有几严重 就是 经济衰退 那个什么 金融泡沫 什么泡沫 其中一个会爆 其中一个会爆 然后就看一下他 他几严重 现在还没有了 美国还是很强 或者那个什么 有没有啊 就业啊 就业包括还是很蛮强 全部还是蛮强的 其中一个会 其中一个会有 会出现问题的啊 然后呢 然后泡沫就来了 OK 现在还没有 还一直在起 今天 马来西亚没有起息啊 今天就很奇怪啊 所以这个政府要刺激这个啊 刺激这个什么啊 刺激这个 market 等一下我们再去谈 今天没有起息啊 啊 所以这个新政府要刺激这个经济啊 啊 啊 NASDAQ 啊 你不起息咧 你的马币就有问题了啊 马币 对美金就可能有问题 会低啊 啊 所以你要看了 要balance 就是做中央银行是要 你要很会balance 很会这个平衡啊 啊 NASDAQ掉了1.245 OK S&P掉了1.556 NASDAQ掉了1.476 啊 DAQ掉了1.810 中央跌了3826 中央我就看比较难啊 中央其他OK Blend有84.22 原油78.60 哦 因为很多人讲啊 这个 乌克兰跟 啊 跟这个 俄罗斯战争啊 哦 分分钟会更大 会啊 怎么讲啊 会escalate啊 escalat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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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升级啊 所以它会变得更大了 如果它更大呢 就是 暂时可能会更严重了 啊 暂时呢 那个 欧洲呢 它那个油价没有起到太高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欧洲呢 它这个冬天不是很冷 所以它不是用很多 啊 所以呢 那个 暂时呢 对那个什么呢 对那个 欧洲它的那个经济压力暂时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伤啊 没有这样伤啊 因为 因为它 这个 这个冬天不是很冷 如果是很冷 它就需要很多这个能源 就是给 给俄罗斯抓住了啊 押住了啊 所以 就是它不很冷 所以它 也 也暂时逃避了一个灾难啊 就是它 不够能源 不够能源 能源太贵 很多人会死 因为太冷 很多人会死 这个那个 所以会影响很多东西 金1909 银23.53 OK 金 银也是跌了 金跟银呢 今年应该是很有机会上的了 OK 美金对马币4.30 4.30 跌了一点 OK 嗯 看KLCI KLCI 你看还是冲不破了 还是它今天有冲到上去1500 又给它卖下来 所以它还是暂时不能 你看它RSI是平平的了 所以动力不大 OK 我们看这个 OK 啊今天马股 情绪51 上升股407 下跌股387 交易量2.498 叫billion 0.72 上了0.72.1496 啊 所以今天呢啊 我今天找盘有冲上去一下子啊 我呢这边啊 所以找盘有actually有推上去啊 找盘有推上去 然后没有动力 推到前五点啊 啊 推到前五点 推破了前五点啊 推破了前五点 然后慢慢卖回下来 卖回下来 都是啊都是推不了上去 站不稳 有推上去了啊 OK 所以今天啊 看一下今天 啊消费上了0.38 工业掉了0.01 建筑 掉了0.51 科技掉了0.3亿 金融掉了0.21 房产上了0.8 种植掉了0.64 阿力ID上了0.87 能源 占了1.98 医疗 上了0.47 电讯掉了0.34 运输掉了0.14 啊 Utility水电讯掉了 上了0.44 OK 我们看这个房产 房产 房产 阿力ID跟能源很强 OK 房产 能源 哦能源很强 OK能源冲破了 他一直在这边震荡 哇 然后冲破了 然后高频 能源看来还要去啦 能源是强了啊 今天是好像我讲了商品年了 是commodity的年了啊 啊大部很多经济家都是这样子讲啦 啊 OK 房产 这边突破了啊 这边反弹上去 哦 这边也有一个 有一个斜一点的投并肩 房产是很强 在这短期啊 在 啊 啊 这年头啊 这今年应该是房产 回弹的一年了啊 房产回弹的一年了 上一年 本来上一年年尾的market 还是太差 因为有战争的全部东西啦 啊 OK RED很强哦 RED突破了哦 啊 看他要突破了 看他要突破这个通道了 RED很强哦 看他还要肥 OK OK 我们看这个新闻 OK Kentanga开始有 有研究这个 啊 ENCOM Nilex给他 1块8啊 OK 我们看上 ENCOM Nilex 快8千啊 OK ENCOM有充了一下子 来ENCOM啊 ENCOM Nilex 给他快8千啊 OK 哦不错啊快8千啊 OK 这个开始冲上来啊 等他掉下来再买 如果要买了啊 RSP才给1.19 所以这个呢 他有通道 你等他进到通到底 买通到底啊 然后通到底呢 你可以看自动盈利啊 可以看自动盈利啊 OK 自动盈利是在课程里面啊 OK 要参与课程才有自动盈利啊 啊 OK 啊 OK 他对他这个24年这个这个了啊 这个啊 24年的这个 啊 什么啊 啊 这个 啊 业绩会很好了啊 他觉得会好了 OK KBJ KBJ 啊 买了50个Million这个啊 印尼的 印尼的这个 啊 医院啊 所以对他是好了啊 50个Million 有抽到50Million的钱啊 啊 还没有卖 要卖 OK 所以对他是好了啊 OK so CNB CNB 有给ADCOR 一块一毛八啊 OK KBJ 啊 一块一毛八啊 去不到哪里去啊 他已经冲上来了 要玩 等他调下来先啊 啊 他要通到顶了 等他调下来先啊 OK 他不是要通到顶 他刚突破 刚突破 啊 他有背离 你看他背离 他应该会贴下来先 要玩一点 等他贴上来 调下来再玩啊 OK 他突破了 他应该会调下来 这边 会调下来这边 0.93 他调下来才进啊 如果要进的话 把他空间不大了啊 他调下来 中上来 也是有20% 啊 OK CNB1.8了 OK 亚卓科技提出 以一换二的红股方式 发行任股权证 马来西亚酒店和住宅市场 这酒店啊 那些医院啊 那些了啊 所以他有他的special 他的dv special tv 啊 叫做panorama tv啊 好 OK dg star dg star dg star很久没有声音了哦 他自从那个 他最红的时候上一阵子就是那个 疫苗了疫苗的时候他有炒一点点啊 有炒他一点点啊 OK有上一点啊 啊 DGSTAR DGSTAR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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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没有停 跌到没有停哦 看下 看看他这边总是怎么样 哇他跌到很低啊 OK他这边有一个下跌 OK 算是通道了 算是通道了 给他想他正在想突破这个通道啊 正在想突破这个通道 他能突破这通道站稳在通道上面也许有机会了啊 这个是很波动了这个啊他的股一千罢了啦 一毛钱所以不是一千 一毛钱 OK 一毛钱 他站稳在一毛上面呢可能有机会上啦 DGSTAR 不要等他站稳先啦因为他 他可能还没跌完 DGSTAR总常炒DGSTAR是炒一两天的啊 一两天炒几天就好了啦这个 2020年有炒过一轮了啊 2020年有炒过一轮了啊 炒炒一下子了 MAA讲啊这个 2023年车的销量会跌了啊 会跌了啊 650千了啊 今年是720千了 OK Penegara今天 OP啊 OK国家这个利息啊 突然间 全部意料会去3.25 很多是意料去会 去3.0然后起到3.0然后再起多一次 5月3月再起多一次3.25啊 所以今天他既然没有起啦 OK 很多人以为他去会起到3.0 连银行这些 投资银行这些 银行这些都觉得他们会去到3.0 但是他没有起啦 没有起勒可以 可以刺激那个 呃 可以刺激那个什么 Economy啊 经济啦 OK 你呢可能你马币会有 受影响 OK India 要投资70个B 在马来西亚啦 因为你要 India India它很多这些 他的半导体是在马来西产 在冰城啦 所以他还要 他要在在这10年 在在 投资70个B 4,000个工 4,000个Intel的OK 4,000个工啦 在Intel 还有这个 5,000个这个建筑的这个机会啦 工的机会啦 建筑的这个工作 OK 4,000个工作机会在Intel 和5,000个工作机会啦 建筑 OK OK 今天没有什么大东西啦 我们看看动力股啦 MCA MCE CMAN 呃今天是没有什么东西啦 今天是很近的一天啊 OK MCE CMAN OK MCE 差不多要突破了啦 看看明天再冲破看他还要去哦 OK 所以他看来这个MCE CMAN呢 他看来他是 他真的要上去哦 他冲破了跌下来再进了 比较好啦 OK OK MCE CMAN 真的要去 昨天我们看到了的啊 他 他没有突破啦 Apollo Apollo有点追高啦 我也不敢什么 我也不敢乱 这个也不要乱乱来啦 你这样追击是蛮追高的 蛮追高啦 你可以试啊 把他目标在这边罢了 因为 不是讲他目标什么啦 因为他 最高峰他曾经的最高峰就是在这边 4.195这边啦 So他没有什么空间去玩啦 因为他要突破这个4.195不容易啦 哦 因为这个是 啊 最 曾经是最高峰啦 要突破比较难啦 Tropicana Tropicana 他是 他是看MOD的 他一有MOD的时候啦 他飞到不像样的 哦 你看一有MOD就飞上去哦 如果他这个 你要小心哦 这个可能双顶哦 14 1.405 Tropicana 一波 两波 三波 我觉得他 你看这个 呃 什么啊 看Alet Wave看到吗 一波两波 嗯 一波两波 不是很 不是很对哦 所以Alet Wave有时很难啊 啊 一波 因为这个不能算第2波 因为他比第1波短 可能这个是第2波 哦可能还有一波去哦 看上Tropicana Tropicana最高峰就是在这边 你要小心啦 他要 他要上也不容易了啊 OK他最高峰在这边 哦他差不多要到了啊 所以 买进 买 一买就创到最高峰不是很好啦 你自己要小心啊 我现在是追高了 蛮追高蛮高啦 这个是我是不会追啦 啊 都富今天都富有一点点 动力看一下都富 都富他还没有大的 大的动力哦 他开始要来了啊 都富开始要来 2.03 2.03 他突破2.03 可能他要来 你看他啊 他的红色 青色动力 黄色动力差不多到75%了啦 看来这个 啊这个可以 可以观察他可能真的有机会要来了 OK DCA ECA OK ECA我讲了 ECA突破了他要来这个 1.0 到了今天啊 准了啊 OK 说我量了啦 你看 到1.0他开始卖下来了啦 啊这个是图表啦 这个是图表的这个 啊分析看图表的这个 啊概念啊 有这个概念 至少你知道你 你目标在哪里 什么啊 这些啦 OK so 至少你知道在哪里 没套力的啊 Solar West 啊今天 也 再生能源也是有机会了要看了 再生能源 Solar West 继续冲啊 我讲这边啊 他突破通道顶台 继续要去啊 OK 所以他继续去 OK Solar West 看来这个 啊他下一个主力在这个 1.5 1.55和这个 啊 1.29 啊 他正在还在飞 这个可以用自动引力啊 可以用自动引力去追的 啊 自动引力没有卖 就自己继续收 Volestor Volestor跟 银胜啊 Volestor 商品啦 今天啊 要看啊 Volestor 银胜 OK Volestor到目标了啦 OK 我这个投并肩 我量了这个投并肩 冲上去 啊投并肩目标已经到了 现在第2次了 啊这个是这个 骑士 骑士目标也是到了 但是他还他还很强 还很强 你可以继续收 看他自动盈利 没有叫你卖 继续收 but到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勒 如果你有做 这个骑士呢 他到了骑士的目标 你可以套利一点 升的啊 不用讲 什么 因为可能他有 有可能会跌下了 银胜 OK 银胜 银胜还差一点点啊 我的这个目标 今天到2.7 2.79 今天去到 2.70 啊你 2.70很多人套利了 因为到头到顶了 你要套利一点 也可以先啊 套利一点 也可以先 因为我觉得 也有可能他还挑上 因为 这个赛没有创新高 所以他有可能会挑上来先 这边有没有机会上来 有机会的 你看 全部给3块多嘛 图子银行给3块多 so他还 but 短期的也许你套利先咯 套利一点 红包钱 红包钱 OK OK 差不多过年了啦 OK 记得 给自己 你要 你要 给自己一个功夫 今天share一个功夫 然后再进market OK 再 我们再 捞过 OK 我们 明天再见 拜拜